说到世界上最名贵的食物 就不得不提 暴身赤肚 这什么吃 鱼赤 我不吃 鱼肚 做过了 暴鱼 也做过了 海参 这是我用980亿斤的价格 买回来的野生猪婆参 就是为了制作 连很多潮汕人都没听说过的 现代潮菜 脆皮婆参 据说 它有着相当复杂的处理 和异常繁琐的工序 所以能吃到它的餐厅 普遍都是过千的人均 早在今年1月 我就花了近10天的时间 熬汤 进发 炖煮 油炸 结果 这根本咬不拉 在5个月后的今天 我决定再次挑战一下 之前 生长4.343厘米的小疗声 都足足发了3天的时间 那整个17.5厘米的大婆声 得泡多久啊 先清水浸泡两个小时 尽量刷掉表面的石灰 去除那不一样的石灰 再加冷水煮开 咕嘟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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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火净制 24个小时 嗯 简单 8点 继续错掉 白灰灰 露出身体 嘻嘿嘿 再次开火 煮沸沸 管火净制 泡水 睡 8点 这天的海参 已经肉眼可见的膨胀了许多 需要换一个大锅 采购它肥厚的身躯 完全躺平 哎 不对啊 已经泡了开一个星期 吃饭居然还这么硬 不过海产品越干越硬就越高级 肯定是海生老板知道我要拍视频 特意给我寄了鸭箱底的真品 简直业界良心 只是 这还是我打破更新视频啊 好在我有先进之名 一次性抛下了三条婆身 一号最大自然也最难发 估计还需要再抛个二三四五天吧 二号个头中等 再抛了六天之后 就变得软硬适中 然而在烧煮的过程中 我剪片剪得入了神 直到闻到了一股略微清澈的狐味 虽然刮一刮还能吃 但拍视频还是要做到尽善尽美 不能留下明显的瑕疵 毕竟这是我的工作 你说是吧 而个头最小的三号 仅仅泡了四天 就像你冬天的棉托海一般 肥厚硕大又挪又爬 嗯就你了 根据风味人间里的记录 做脆皮婆身 得先用高压锅将它炖至周身软烂 不松不散 说到炖就一定要有汤 说到汤 那是我煮的冰箱里正好还有 社区发放的猪类排 浸泡完毕的干鲍鱼 以及散养了360天以上的 安徽肥夕老母鸡 从肥冬到肥子 买了一只老母子 过到喝里死一死 一只嘎啦吃花来快死嘎死 只要先细心的熬制 三个四个 不是不是不是 熬一天一夜就足够了 再放入81.24%的观众都爱吃的香菜 海米 以及 鸡油姜片胡萝卜 小葱段和红葱头提炼出来的葱油 一起压制30分钟 嗯 啊 这什么 完了 还把那个鼻涕 我们晚上可以吃 鼻涕捞拌 鼻涕捞拌 鼻涕捞 入口即化 8点 昨天估计是高压锅威力太猛 又没有办法提前排气 导致婆生被压过了头 所以我换了一个压力稍小的锅 只压20分钟 到时间后就手动排气 加速出锅 再立马转移到冰水里 嗯 这个弹性可以 搞定 合格的脆皮婆生 皮要酥 肉要糯 想要做出表面一层轻薄的脆皮 就必须要有相当丰富的油炸经验 诶 这不就是我吗 左手抬起立网 右手抡起炒勺 在锅中油温 升至220度 便立即把擦拭干爽的小婆身 搁进锅里 听着霹雳啪啦的声音 持续低音 盯着软软韧韧的身躯 渐渐变硬 直到翻腾的连鱼 明显平息 就 优雅的捞起 优雅的游灵 这个时候 期末考满分的观众肯定会闻 喵喵 这掉链几次才可以咯 诶 油温和火候可没有标准答案 只能凭借着经验 不断尝试 皮上的不够脆 尝试 还硬了一点 尝试 来来来 一件拿给一拿 嗯 这个是沙沙的口感 哦啦 就是这样的 嘿嘿嘿 只是 晚上整理素材的时候我才发现 这条海神的颜色怎么这么浅了 和我吃过的原版不香啊 我怕不是买到假户了吧 一介良心 猪婆好像有三个场地 一个是花猪婆 一个是白猪婆 一个是黑猪婆 呃 黑猪婆是最好吃 最贵的 原来只是品种不同 我就说了 老熟人了 他不会坑我的 八点 好在 经过了几天的翻车 原本又粗又硬的一号婆生 都已经完全泡好了 如果没有色盲的话 这一条应该就是 黑婆生 果然 天无绝阳之路啊 等等 还有没有人记得 用来炖婆生的豹脂呢 之所以要做豹脂 是因为婆生本身轻寡无味 需要鲜浓的豹脂 来将它点缀 冷藏至水油分离 浓缩之后才会透亮晶莹 再用精华火腿蒸几颗大圆被 代替食盐 调出咸味 最后滴几滴老抽 深沉泛光 浸润着婆生 肆意咸香 忙活了酒碗 翻车不断 能不能请你点一个赞 哇 有了高温的油炸 表面的颗粒 瞬间密密麻麻 又酥又傻 长达数日的进发 生肉的口感 遭遇软软啪啪 又糯又滑 不像寥山那般静爽弹牙 却又满嘴交织 粘粘巴巴 它沿着尺尖浅浅摩擦 又粘住唇边 渐渐融化 一旦下咽 被压抑了一天一夜 爆制的浓鲜 便顿时炸裂 儿粒的甜儿 儿粒的咸 还super鲜 还super鲜 仿佛死寂一片的万丈深渊 燃起一缕清灰的炊烟 又似阳光刺眼的正无海面 越出无数生猛的下泻 外边是胶素的脆皮 爽朗轻盈 里边是绵润的内心 香醇富裕 强烈的对比 宛如分明的四季 美的美羊 眉必掩蔽 它把这硕大的容器 点得干干净净 就现在祝愿你 点赞订阅瘦五斤 开头说了 很多潮汕人 都不知道脆皮婆身的存在 我想 一是因为 当地传统美食的选择 实在是太多了 新派的菜品 很难吸引大众的注意 二是受讯于食材成本 和制作周期 导致它只能出现在高档餐厅 无法普及 制作是真的麻烦 口感也着实惊艳 看着小伙伴们狼吞狐咽的 把二号和三号海参 吃得一块不剩 依着莫名的幸福 便油然而生 其实 我的幸福很简单 按时下班少熬夜 零食奶茶都不缺 请某好友在身边 进行股票永不跌 如果观众还能用力的 点一个赞 说不定我会开心到 三天不吃饭